一枚印度两名士兵溺水身亡正在中印边境修桥 在中印边境迦勒万河谷地区 正在修建桥梁的两名印度士兵被爆溺水身亡 据印度快报6月28日报道 死者是37岁的纳伊克萨钦维克拉姆·莫尔 和23岁的兰斯纳伊克·塞勒姆·韩 两人最后的仪式于周六举行 士兵的家属表示 他们被告知两人属于执行修桥任务的一个小组 莫尔的家人收到的消息是 莫尔当时跳入河中营救另外两名士兵 及头部撞到水下岩时而受重伤 父亲维克拉姆·莫尔说 最后一次和儿子通话还是在10天前 他向我保证他很好 让我不用担心 此外 据印度媒体6月22日报道 印度一辆卡车日前试图通过 位于北阿坎德邦的中印边境附近一座桥梁时 桥体突然垮塌 卡车上的挖掘机正要运往中印边境高速公路施工现场